大修 雲茫茫 遮不住微微八百里醒魂 水长长 留不尽卷卷似百年漫长 敞开你的胸膛 对天一生寒 大修 寒出的是对天 对地 对家国 对他 对你 对自己的 坚强 好难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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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山好水好久来养育 真英雄 真英雄 真情真爱 真兄迷禅 真相 如果不战死沙场 就一定要回到家乡 不战死沙场 不战死沙场 他出去多久了 半个时辰吧 谢谢娘 此时的彭成儒 一方面为山虎兄弟活着而高兴 另一方面又忧虑起来 是否将实情告诉夏儿 他内心十分矛盾 他真的不想失去心爱之人 况且 两人马上就要成婚了 如果不实情相告 又有愧于自己手足兄弟 心上之人 不战死沙场 身身骸骨皆不在 可取王者生前所用过的衣帽物件葬织 那叫衣冠种 衣冠种 衣冠种乃是追思王者的一种方式 自古有之 其实啊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关键呢尸骨都找不到了 坟墓里总要放点东西吧 造衣冠种 生者对着几件衣服磕头 王者能知道吗 人死了 魂还在 王者所用过的衣冠上 都留有他生前的精气神 亲友后辈的祭奠 尾魂是能够感到知道的 那造衣冠种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有讲究 看风水则地 选时辰落土 其仪式 与真正的安葬完全一样 嗯 那就拜托大师 在附近挑个地方落葬 还有给他们刻个墓碑 墓碑 请问 王者与施主是什么关系呢 是我兄长 兄长 怎么一个姓石 一个姓武啊 姓石的是我亲哥哥 姓武的是我 是我义兄 施主 你可知道王者的生辰八字 嗯 阿弥陀佛 施主 你不是在跟贫僧开玩笑吧 这种事情怎么能开玩笑呢 武山虎吉人天下 他的生辰八字 是大福大贵啊 此人可观至三品 授月轻矣 他真的死了吗 他从天门山顶上摔了下去 那地方可是悬崖峭壁啊 还有这个石云飞的八字 也不是死八字 他应该还活着啊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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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全叔 是成儒啊 你终于回来了 全叔 先生在忙 在 在讲 先生 成儒回来了 快来啊 成儒 成儒回来了 先生 先生 成儒 先生 三年没见 真是太想您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成儒啊 穿上军装 精神多了 刚才啊 我还跟全叔说起你们兄弟 都三年了 怎么一点心心都没有 说草草草草草就到了 我呀 到了祖次任之后 先去了张市长那儿报到 所以这才过来 对不起了 公务在线 应该的 好 成儒啊 怎么看见夏儿啊 她在旅店 你怎么让她待在旅店呢 她也是我沈家长大的闺女 即便是出嫁了 这里也是她的娘家嘛 怎么 夏儿还好吧 先生 成儒 你这是做什么呀 先生的养育之恩 成儒莫知难忘 没有先生 就没有我彭成儒的今天 快起来 成儒啊 不要说这些见外的话 先生 成儒有一事相求 只要能办得我当然会帮你 快起来 不 先生 你一定要答应帮我 我才起来 你不说清楚什么事情 我怎么答应你啊 你要再这么跪着 我可不高兴了 先生 是这样的 我和夏儿两情相悦 欲成为劫法夫妻 你和夏儿 夏儿和珊瑚不是一间 珊瑚 在田门山出事之后 珊瑚就跟我去了南京 这些年都是我在照顾她 成儒啊 你可知道珊瑚可能还在人世啊 刚回到镇上 刚回到镇上看到通缉令 所以我知道她还活着 如果你取了馅儿 弟媳变成了嫂子 余情余礼都难以接受 这些事情一定要处理好啊 不能让馅儿受伤害 更不能伤了你们兄弟情义啊 好 先生 牧已成舟 我和夏儿已经 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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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是真的要去馅儿吗 兄弟刀铺的小铁匠 如今国君的军官 衣锦还乡 你好威风啊 小姐 珊瑚是你的兄弟 夏儿是他的妻子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小姐 我跟夏儿是真心的 夏儿当时选择了珊瑚 我就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你还装作很够义气 送上祝福 谁知道你说一套做一套 芷兰 你不知道 当初何家一直追到三叉路口 大头哥放下话 我们三个人中间谁活下来 笑着归谁管 我和夏儿都以为 珊瑚在天门山遭了不幸 所以夏儿才跟我去了南京 这些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 这日子久了就 芷兰 不要说了 我就要说 我就要为珊瑚打包不平 如果珊瑚知道 媳妇变成了嫂子 那她心里会怎么想 承儒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珊瑚我没死的 我也是刚刚才知晓 承儒能够承担起 照顾夏儿的责任 爹 珊瑚她还活着 如果夏儿知道了 她肯定会回到珊瑚身边的 这又不是一本书 他人进去看了半年 书看过了 纸翻旧了 在乌归远竹啊 爹 你好糊涂啊 我一点都不糊涂 女人嫁给男人图的什么啊 还不是一个平安温暖的窝吗 如今珊瑚整天 就被人家追杀围剿 东躲西藏 自身都难保 事情是会改变的 而且我相信 总有一天 红军会做天下 那么小姐认为 共产党最终会做天下 我对任何党都不感兴趣 我只知道 像是珊瑚的妻子 你这个当哥哥的 就不应该娶你的定媳妇 纸蓝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阴差阳错也许就是天意 是缘分 人世间许多事情啊 那都是命中注定 下着父母不在了 但是大头哥还在 俗话说掌兴如父 这件事情 最起码要争得大头哥的同意 大头啊 现在在万湖山 国君正在悬赏买他的人头 这时候他可能回来吗 先生 今天我也正式为此事 来征求您的意见 张市长希望我可以上山 招安全想 招谁的安 劝谁的想啊 我可不想插手这些世事纷争 承若啊 你先去把馅儿接回来再说 小姐 先生 老先告辞了 纸蓝 你去给馅儿准备住房 床上的东西 无论是铺的盖的 一定要新的 让程柱和他住一块 暂时让他们分开住 既然住在沈家 就得守规矩 毕竟还得给他们 走一下婚礼的过场 爹 我真想不明白 你怎么会成全他们 你知道什么叫生米煮成熟饭吗 谁还能将熟饭变成生米啊 这饭怎么夹生的呀 江头 江头 你这饭没煮熟啊 你这怎么搞的 司务长怎么当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吴队长 不晓得哪个搞起的 这种梗稻米很难熟透了 这两天啊 眼皮一跳 喝凉水都塞牙 队长 队长 饭是生的就没吃了 来 先带白酒 入党宣誓大会 现在开始 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征守党的章程 缥行党员义务 執行党的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保守党的利益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来 喝酒 永不叛党 真替你打包不平 你立了那么大功劳 到现在连党员都不是 他凭什么呀 太不公平了 我听说啊 就是那个田书记 对咱们队长的意见最大 我看那个老田啊 是嫉妒我们队长 想尝尝什么呢 喝酒 喝喝喝喝 喝酒 不是 我是 我是 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 还敢帮我 看了 什么 脆手 吃得快 有急 白豔 是客气 快点 这是同在船上的亏计 赶年接线 我会赶快来的 快走 赵宝石 哎 夏儿 夏儿 我马他接着找你 想来想去 也只有在这儿 真的 好想好想 以前那个时候 你们打铁 我收钱 就这山谷的耳朵 团团转 真的好开心 如今 要是再见到大哥和珊瑚 只有在梦里想见了 童如今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 我梦见珊瑚满山是血 手里抓着那把银锁 死死的不放 我梦见了 带你 就不咱快 然然后又熟了 我梦见了 我梦见了 梦知 你 伟大人 梦雨 大人 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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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梦 好吧 夏儿 山后她还没有 她还没有休目可悲 我今天去庙里 问了一个千 夏儿 我 其实 丞儒哥 我现在 只剩下你一个情人了 如果你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也不想活了 来了 来了 来 同志们 尝尝我新做的几字肉 这个好吃啊 这个 来 给大家改上改上火吃 我也来 来 来 我也尝尝 来 我也尝尝 来 我也尝尝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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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是几字大腿上的肉 给劲呢 来 真是好东西啊 老天 来来来 尝一口 尝一口 我尝一口 这是人家 非党人群众的待遇 我呀 不够资格 你这话 你不要老邓眼睛看着我 刚才那些不利于团结的话 是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这 这九话你也信哪 你现在是队长啊 当着这么多队员的面 说话要注意身份 我怎么没注意身份了 这个 珊瑚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我们反围剿 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中央分局啊 批准我们 游击区升级为 湘西军分区 你的游击队呢 就升级为游击大队 中司令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 往后啊 我们都得教你 游击五大队长了 大队长升官了 升官了 真的 大队长升官了 来 喝酒喝酒 喝酒喝酒 来来 满上满上 升官 嗯 庙里大师说 他至少会升纳三品官的 诚如哥 三品官是多大的官啊 三品官按现在的说法 至少也是负君旨啊 馅儿 你在说谁呢 死三狗子 庙里大师说 死三狗子和我哥的八字 都不是死八字 他还说 珊瑚吉人自有天相 大富大贵 至少能活到一百岁呢 馅儿 算命开下 那都是唬人的 我不信那一刀 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大哥 有消息了 真的 诚如哥 千真万全 当年啊 黑棋会救了他 后来就留在了万虎山 我大哥在万虎山 嗯 你听谁说的 别管我听谁说的 这不重要 不过这是错不了 还有 在七凤渡劫持军火军粮的 就是你大哥 黑棋会的二当家 黑棋会的二当家 就是我大哥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不仅仅是跟他们联手合作 更重要的是 早日收变他们加入红军 组织上决定这个任务啊 交给你去完成 真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哪 考验 你都考验我多少回了 还考验 山谷同志 你现在都是大队长了 怎么还整天满肚子牢骚 官当的大有屁用啊 你说我这队长混到现在 连个党员都不是 钟司令 我那党员劈下来没有啊 着急了 说说 找什么去 你看啊 我的队伍里边 新批的党员已经有七八个了 连老憨都入党了 你说我这个当队长的老批不下来 我这个没面子 我这个 山谷同志 你入党是为了要面子 老天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老入不了党 就是你老在这儿使绊子 山谷 这你就不对了啊 我得告诉你 在你入党的问题上 我和老天的观点是一致的 都认为你在政治上 还比较幼稚 我跟你说白了啊 如果你好好改掉身上的缺点 自然很快就入党了 要是改不掉啊 这一辈子也入不了 山谷 中司令 咱们这么对他 会不会有点严啊 香谷啊 还得中锤翘 报告 什么事 上进来店 给我 好 去吧 是 报告说 今天中午 中央派来的特委书记 秋风一行二人 都要来到我们队啊 指导工作 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呢 我们需要派个小分队 去接应他们 这样吧 老田 老汉 还有山谷 你们三个一起去 好 是 去吧 好 快去 师祖 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又是这一套 什么当讲不当讲 当讲的就讲 不当讲的就不要讲吗 这万一 要是查出 沈小姐是共党奸细 我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为了党务力 公事公办 师祖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只要她是奸细 一定会原形毕露 你千万不要给我弄巧成拙 惹出什么麻烦 好 师祖 放心吧 沈小姐 怎么到学校找我来了 有急事 什么事 山里来人了 急着要见你 走 二少爷 这两天跟沈小姐联系的 就是韩才风 他们说什么了 距离太远根本听不着 后来呢 后来沈小姐交代几句 韩才风就走了 行了 你继续盯着那个财宝 去吧 知道 太阳为你遥 照星透露 朱烟空隙为你了 收落 落 红鸭的子窑 为你出落 着眼为你遥 早点儿为你遥 团团坠落 别唱了 二哥 你的哥 把人的心都唱碎了 我 苏贞啊 虽然阿公对你严厉 但都是为了你好 毕竟你是我们何家的人 正因为我是何家的人 才 苏辰啊 你知不知道 是大头还活着 二哥 二哥 我知道 阿公怕你关在这里 外面的事情 你倒知道得清清楚楚 是沈芷兰来过了吧 苏辰 我告诉你 十大头的死期就快到了 只有他死了 你才会死了这条心 我 妹子 有福不享 却偏要找罪手 你这又何苦呢 你怎么亲自来了 镇上好多人见过你 太危险了 情况紧急 没人能抵替得了 我必须亲自来 我们有两个同志 落在民团的手中 中央分局派来的特委书记 就在其中 这位特委书记 就是你的老师 秋风老师 我已经一年龄二十八天 没有见过他了 山虎带游击队 偷弃宝金民团 到了镇上才发现 他们已经被转移了 知道被转移到什么地方了吗 宝金民团团长曲麻子 是咽过拔毛的动作 听他讲的 他们两个人 已经被押往三十二十师部来了 师部 我经常出入师部 没听说抓到什么红军干部 也许人还在路上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们要到祖司镇 一定要路过王村 你们一定要在那里 阻止滥截 好 我马上通知老韩同志 待人提前在王村埋伏 解救秋风老师 何老总下了死命令 要求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秋风两位同志拯救出来 我会尽力的 志兰同志 不是尽力 而是一定要做到 是 坚决完成任务 张绍勋那边有什么动静 张绍勋 也在打败虎山的主意 他准备派鹏中炉 去招人卷降 他什么时候出发 应该就在明天吧 明天 黑棋会 虽然与游击队有过联署合作 但他们毕竟是湘西的自发武装 黑棋会出击 就是为了获得武器壮大刺激 一定要让武山虎赶在庞城内之前 把他们收编过来 因为要他那准确情报 而要拖住庞城中 情报我们可以弄到 不过要拖延上山的时间 我们现在还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 我想 黑棋会与政府交过多年 大头哥 不会轻易接受收编的 梁山的英雄好汉 最后还不是被官府招案了 张绍勋可以蓄以高官厚禄 金钱美女 这等那些常年困在神山里的汉子 是难以抵挡的用不 我们呢 也要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 文章要怎么做 夏儿曾经是珊虎的媳妇 现在马上要嫁给程庐了 他们兄弟之间的情感纠葛 我想困难会很大的 志兰同志 没有困难 要你我这样的共产大人干什么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珊虎赶在庞城路之前 把他们两个给救回来 好 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做 不过 我希望珊虎同志那里 组织上 要事先做好四角工作 珊虎同志是一名 珊虎君战事 出发前 我专门给她做了四角工作 我相信 她是不会为儿女私情促困的 碧莱哥 谢谢 张叔叔 多谢只蓝 市长请 先生 先生 少君 我今天是不请自来呀 别这么客气 请坐吧 请 请 阿爹 那您和张叔叔慢聊 我先下去了 好 很久没有听先生叫回来 本来呢 是想借成儒 携新娘子回乡这么一个由头 请先生小聚 可是先生又不肯给我这个面子 所以今天啊 我就后颜登门拜访了 你是大师长 最有面子 好 诚如啊 新娘子不在吗 周车劳顿 休息去了 少君啊 今日登门 恐怕不及近是为 诚如他们小两口的事吧 先生总是料事如人哪 我心里有点什么小九九 先生是一看便知 是 好 少勋是韩武出身 有什么话就直来直去 如果有什么冒昧之处 还请先生见谅 别来 是 我三十二世奉命围剿湘西地区的 红军和刀匪 在我大军压境之下 完全可以把这些匪徒 缉纳归案绳指一发 是 张世辰啊 魄力很大 豊朝历代的交匪官兵 当初都是这么想的 是啊 这些匪徒都躲藏在 深山密林之处 我大军围剿 的确是颇有难度 不过呢 我也不希望看到 动刀动将血与腥风的场面 俗话说 杀敌一万 自损八千 所谓这些刀匪斥匪呢 原本也都是我们九栋乡民 是由于生活所迫 才误入其途 他们也一样都有妻子父母 要是把他们一个个的斩尽杀绝 绍巡我也的确是于心不忍 所以呢我想 能不能够住见为李 不费一枪一弹 把这些红军游击队和黑棋汇 全部都朝安收编 那儿既可以免去流血杀戮 又可以把重匪变成两米 还我大湘西太平祥和 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时貌 恩 柔军啊难得你一副菩萨心肠 问题是啊 雷七会和红军 会不会听从你的调度指挥 你想招安收编 老爺 怕是满牙子唱小曲 是自唱自听啊 这些个刀匪吃匪 狂傲暴力 他们仗着身灵险峻 仗着手里有刀有枪 自然不会把我张少勋放在眼底 但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如果他出来说句话 这些匪徒一定会三思而后想 湘西已经有此等人物 我可真是孤陋寡闻哪 此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当年的同盟会会员 追随中山先生革命 为推翻帝制 创建民国 曾抵下过卓越功勋的沈君们 此一时彼一时啊 少勋 你太抬举过来 先生 十三年前 你曾在刀下救过三名少年 并且将他们抚养成人 在他们的心里 您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这大恩大德比山高 比水长 不论到什么时候 不论在什么处境下 您的话 他们可是不敢不从啊 哎 哎 俗话说啊 儿大不由爹啊 先生 我想请您亲自出马 说服十大头和武山虎 自首偷城 何许自首偷城啊 你们不是已经悬赏 买他们的人头了吗 只要他们肯放下武器率众偷城 不管过去他们犯下什么天大的错误 我保证 既往不久 彻底赦门 师座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先生 只要您亲自出马 大头和珊虎 一定会俯首铁耳 言听计从 至少先生是可以试一试的 不必一试 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走什么路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今日之神价器 不问国事不问政治 散民主义也好 共产主义也罢 该不过问 先生 不认识啊 绍勋今天是该说的说了 不该说的也说了 碧莱啊 在 看来这文戏唱不下去 我们只好唱武戏喽 是 师座 先生 张师长 张师长 亲自出面请您劝降 也是一片好意吗 我想您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我们兄弟三人 再沾这个匪子吧 沾不沾匪 那是你们兄弟自己的事情 不过历朝历代 兄弟相残 都不会有好下场 成龙身为党国军人 即使赴唐导火 也会拯救迷途兄弟 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可我沈佳琪 现在不过是个平头百姓 不归天管 先生 也不归地管 师座 师座 不知道 有句话当讲不当讲 又给我来这套 讲 沈佳琪狂傲不羁 沐中无人 那都是被惯的 就算他当年辉煌万里 今日也是个在野闲人 像他这种人 越是这样尊重他 他 他就越翘着尾巴 师座 这要是依了我的脾气 我就 好了 不管怎么说 沈先生 那是我发自内心敬重之人 我不希望有人在背后这么说他 师座 这依我看 你要是想收编武山虎和十大头 这对土匪兄弟 那上攻击下蛋 完全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 武山虎十大头 一身反骨 匪姓难改啊 成儒跟他们两个是一个腾上的广 不是也成了我党国俊才了吗 师座 你对彭成儒 过于相信了 何必来 在 成大势者 必须要胸怀坦荡 容得下日月山川才是 谢师座教诲 师座 我近来发现了一个蹊跷的问题 每到关键时候 总会出现一个人 谁啊 沈芷兰 师座 您不觉得太奇怪了吗 谁来了 你不会是心态不对吗 师座 我要真是查到它是共党奸细 我们怎么办呢 没什么怎么办 我说过了 只要有证据 我当然会公事公办 上山 现在就走 是 尊与下山 耳边一顿 在这个冬日的清晨 又听见一阵阵烈马四鸣 乡的乡老娘去除岛和墙 挂伤他兄弟 手牵手寒风终踏上阵城 马三鸣水大灯太阳 挂伤他熟悉语言 浪的药 一年无来 我一年无来 我一年无来 一年无来 我两年无来 我一年无来 何其不曾所谓 不可能 为了新年 兄弟哪里 流进最后一滴血 为了姐姐 哥哥 用生命组成天雪方弦 拼了命 为的是还能 看一眼假装 等待的姐姐 一天无浪 我一天无浪 一两天无浪 我两天无浪 一样是地无浪 所有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